阿卜杜拉·哈利克·艾姆杜拉是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第九中学八年级一般学生。 五年前,一段他攒够零钱买足球的消息在网上热传,被他的偶像阿根廷足球明星梅西看到。 当梅西来到中国参加活动的时候,两人在北京见了面。 那时九岁的阿卜杜拉·哈利克还称不起偶像送给他的阿根廷对对服,如今的他已经成长为一米六的壮士小伙。 近日,阿卜杜拉·哈利克一边在球场奔跑,一边挥手对着记者的摄像机大声喊道。 梅西哥哥,你好,你还认得我吗?我是2017年你来中国见我的小男孩,你看我是不是长高了? 上小学时,阿卜杜拉·哈利克酷爱足球,梦想成为像梅西一样的球星。 他崇拜梅西的球技,更崇拜他的意志和精神。 我趁着老师给我讲梅西的故事,我从他的故事知道了他是一个认真,有耐心,坚持不懈的人,我更加喜欢他了。 阿卜杜拉·哈利克的体育老师阿卜杜·乃比江·喀哈尔与许多足球教练熟识。 2017年,他发出的阿卜杜拉·哈利克攒钱让老师买足球的照片被一位热心的朋友看到,决定帮其圆梦。 2017年6月,梅西有一次短暂的北京之行,梅西挤出时间和他的新疆粉丝见了面。 阿卜杜拉·哈利克回忆说,梅西笑着跟他握手后,就拿起身边的足球和球衣签了名送给他。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家乡特产核套递给梅西。梅西笑着一把将他搂在怀里,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太幸福了。 当时我见到梅西的时候,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,一把抱住他,又激动又兴奋。 我喜欢的明星就在我眼前,我在他怀抱里。 结束北京之行回到学校后,因为身体原因,阿卜杜拉·哈利克机球时间就已经少了,但对梅西的热爱一点未减。 每逢有梅西的比赛时,他都会守在电视机前,异常不落观看。 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班级第二名。 我在生活中或者学习中遇到困难的时候,我还会想起我的偶像。 我从我的偶像身上知道了,只要努力不要放弃的精神,我的学习现在有了很大的进步。 喀什地区是新疆的足球之乡,足球氛围浓厚,青少年足球基础好。 当地共有足球场一间零五块,其中学校足球场地889块,达到中国每万人拥有0.5至0.7块足球场地发展目标。 目前,喀什吉足球运动员在全国各大足球俱乐部踢球的约有200人。 距离你上次到中国来已经五年过去了,这五年里我一直在网上关注你的消息,每次看到你进球我都很兴奋。 这几天我一直在家观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,你的表现真的太棒了。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,北京时间12月14号,阿根廷队和克罗地亚队对决。 阿布杜拉·哈里克说,他会守在电视机前为梅西加油。 阿布杜拉·费市集团 阿布杜拉·哈里克罗地亚 阿布杜拉·ר 阿布杜拉· hum